叶飞虽然远离职场七年,但是毕竟曾经做过销售经理,加上自身的努力,很快他就开发了几个新的客户,虽然金额都不大,但足以让他顺利地通过试用期。 可正当他充满信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,却遭到了暗算。 出到公司时,叶飞对业务不熟悉,便虚心向老员工请教,老员工不是爱搭不理,就是浮衍堂塞,只有一个叫夏敏的年轻女孩热尽地给他讲解,他内心犹如在黑夜行走的时候见到了光一样,对夏敏充满了感激。 2016年10月的一天,夏敏因为家中有事请假,临走之前告诉叶飞,有一笔50万元的订单,已经和客户谈妥,只等签合同了,请叶飞帮忙跟进。 夏敏走后,叶飞联系约见客户公司的采购经理王志签合同,没想到,王志却说这笔订单取消了,随后便避而不见。 叶飞莫名其妙,给夏敏打电话,却显示关机。 叶飞只好向经理汇报,经理生气地说, 夏敏临走之前,不是已经和客户谈妥了吗?怎么你这个昔日的销售经理一接手就给搅黄了? 显然,经理已经认定是叶飞致使订单流失,多说无意,只能等夏敏回来。 夏敏回来得知情况后,重新联系王志。 三天后,成功签订合同,在随后的销售部例会上,经理当着销售部所有员工的面夸赞了夏敏, 同时,寒沙摄影地讽刺了叶飞。 叶飞只能是哑巴吃黄连,有苦难言,居然觉得奇怪,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 都说卫生间是职场女人的八卦天堂。 叶飞无意中在卫生间里,听到夏敏和另一个同事的对话。 听说叶飞是名校毕业生,还做过销售经理,怎么连要签合同的订单都被搅黄了。 夏敏说,实话跟你说吧,王志是我的老客户,我们合伙整他呢。 我就是看不惯,他以为职场是他家菜市场啊,想逛就逛啊。 一个在家当了七年保姆的人,以前再回黄,现在也废了,还自以为是,签了几个小订单就很了不起。 要不是销售经理跳槽啊,带走了一部分销售员,公司机不择时才会雇佣他,等人手够了,经理就会找个理由把他开除了。 听了这些,叶飞是既震惊又绝望,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被打击得无影无踪。 自从知道自己早晚会被开除后,叶飞情绪低落,无行工作。 2016年12月的一天,QQ上谈出好友生日送祝福的信息,是很多年不联系的一个叫蔡燕的同学。 她下意识地点了一个送祝福,谁知蔡燕却回复了她,两人聊了起来。 蔡燕和她一样辞职在家带娃,可是蔡燕在带娃期间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股票投资,利用写作特长做公众号,做得风生水起。 叶飞听后佩服不已,后悔这七年来只是一味地为家庭付出,却忘记了自我提升。 她决定忘记过去,重新开始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叶飞每天不停地打电话,跑工厂,虽然吃了很多次闭门羹,但她充分发挥,树莓皮必死无疑,人莓皮天下无敌地销售阵眼,不厌其烦地拜访客户。 她还积极地拓展自己的人脉圈,参加各种旅游组织,读书会等等。 除此之外,她晚上回到家,把自己荒废多年的英语捡起来,又专门学习公司的产品专业英语,还在网上报了投资理财的培训班。 功夫不负有些人,叶飞渐渐地开始拉到了一些客户,经理还表扬了叶飞,虽然同事还会给她穿小鞋,不过她相信只要她业绩好,经理就会器重她。 2017年8月,一个外国客户来场考察,公司的翻译临时请假,老板心急如焚。 打电话到翻译公司,翻译公司说,针对工厂产品的专业翻译外出,普通翻译不了解公司产品,会造成误解。 老板大发脾气,叶飞丢之后,谋罪自荐,老板只能死马当活马役了。 叶飞的翻译和讲解令客户非常满意,说他对产品理解透彻,还说公司有这样要求的员工,产品一定错不了。 几天后,就下了一笔大订单,领导对叶飞是刮目相看。 叶飞趁此机会,把自己这段时间在公司发现的问题,如库房物品管理混乱,没有合理的退换或机制,销售员激情度不高,讲成机制不合理等,写成详细的整改计划书,交给了经理。 经理看后,大为赞赏,当即提拔他为销售主管。 叶飞制定出详细的培训计划和讲成机制。 在叶飞的带领下,部门销售业绩每次都是第一名,老板对他大为赏识。 2018年3月,叶飞被提拔为销售经理。 除此之外,叶飞还做股票投资,实体投资。 他的一个远房亲戚,在婚纱影楼工作10年,对摄影行业了如指掌,又有客户资源, 一直想辞职开一家儿童摄影。 但是,苦于没有资金,叶飞得知后,果断投资。 儿童摄影开业后,凭着亲戚之前在婚纱影楼的人脉资源, 很多结婚后有宝宝的客户都过来拍照。 亲戚父母在乡下帮忙推广,还说这叫农村包围城市战略。 亲戚还建了很多群,每天发红包秒杀,生意非常好。 叶飞得知,很多家长带孩子去婴儿游泳馆游泳, 便把楼上两层都租了下来,建了一个婴儿游泳馆,还开了运营店。 为了吸引顾客,他在旁边建了一个小型陶乐宝,供孩子免费玩耍。 很多人带孩子过来玩,不好意思,便办卡消费。 店里的生意异常火爆,叶飞的投资得到了回报。 2019年2月的一天,他去店里,碰到了一个爸爸带儿子来游泳。 因为游泳的孩子很多,业务员照顾不过来, 叶飞就帮助这个爸爸给孩子换泳衣,带游泳圈。 闲聊中,叶飞得知男人叫韩帅,是大学心理学的老师, 妻子两年前因病去世。 叶飞觉得做销售懂心理学很有必要,便请他去公司给员工讲课。 几次接触下来,叶飞被韩帅的博学多才深深地吸引。 而韩帅得知叶飞的经历后,也对叶飞赞赏不已。 很快,两人就走到了一起。 每个周末都会和儿女相见的叶飞,状态也越来越好。 女儿说,妈妈,你知道吗?我很崇拜你。 决定以母亲为榜样。 而当林凡再次见到曾经那个霸气十足的白骨精又回来的时候, 后悔不已,但为时已晚。 有人说,这个社会本就对女人不公平, 女人的特性决定了她必然要比男人付出更多。 希望这个社会对女人多一些理解和支持, 可公平往往只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与其期待别人施舍的同情,不如努力为自己争取公平。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,请永远不要放弃提升自己。 好运和公平只会降临到那些不放弃努力的人身上。 看看你一点帮助的旅行与。 再次见到深刻子是亮串的城堡。 但是,您参加白铺大大 dust和黄点身是窍金的父亲。